好来看到台南议长的会选案是不是办假的呢 而议长的邱莉莉她是重金交保 居然还可以出国 好来看到呢是黄伟哲宣布 台南到日本仙台的包机在4月1号要起直航 而呢黄伟哲要率领市议员 五天四夜有22个人要参访团 但是呢这成员当中居然包含了谁呢 包含了台南市的议长邱莉莉 还有台南市议长这个副议长的林志展 好两人呢没有限制出境出海跟住居 而台南地院表示说到现在呢并没有邱莉莉 也没有林志展可能弃保潜逃的迹象 一切呢是依照正常的程序来进行 但是呢两个人一个呢是150万元交保 一个是120万元交保 但是居然没有限制他们出境出海跟住居 好法界人士就认为说 邱莉莉呢跟林志展是以政府议长之姿 被依刑度呢三年起跳的投票行贿等罪来起诉 重金交保之后 他们居然可以出国趴趴走 还真的是不常见 好我们就来看到了 那么国民党议员林彦柱就说了 这个李全教在八年前设会选案的时候 当时呢邱莉莉她还抗议李全教是买票议长 赖清德当时呢是市长他也没有进议会有200多天的时间 好但是呢这一次邱莉莉因为会选案被起诉了 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为自己负责 但是呢看到他并没有如此 而且还跟着黄伟哲到日本去出差去参访 那这个林彦柱就认为说不然赖清德2024呢会被他给害惨了 所以呢他认为这个邱莉莉呢应该要相同的标准来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 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立委陈晚会就说了 说呢这个台演呢是不是思乡授受 还有利益输送给蔡清旭 难道这个经济部对于这个议题是浑然不绝吗 好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你该怎么做呢 好大家都是拿着放大镜等着来看 你赖清德是该如何来拆弹 因为赖清德他的本命区 台南还有黑金可以说是连环报 那接下来他要选总统这个选总 选总统大位是不是投下了变数呢 好郑万会说其实呢蔡清旭呢 跟郭再清的公司就设在同一个地方 但两个关系呢是很密切的 而且呢这个蔡清旭呢还买下了郭再清的 卢渣地这个部分呢检方是已经搜索锁定来进行调查 所以呢看到包括了这个八八枪案的关键人物 还有这个议长会选案八八枪案 还有绿能蟑螂黑金光电等等 全部是不是都涉及了这个利益输送的部分呢 看到呢整个案件蔡清旭这个人 他是陈阳光电的董事长 而且呢他个人这个台延持股是这个光阳 这个陈阳光电呢台延的持股是66.75% 而且呢陈阳光电持股是6.81% 好这底下呢还包含了这个台延子公司台延绿能 在2020年呢9月22号的时候台延呢绿能还承软了 余电工程工程有14.7亿元 好还有呢就是在12月4号发包给了联廷 殷造呢还有土木工程采购有3点多亿元 所以呢这两中是不是都涉及了利益的诉讼 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要前进总统之位 可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变数 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残酸调节情绪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氧氧氧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